Hello,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021高分喜剧电影《度假伙伴》 影片由约翰·塞娜主演 故事讲述了一对夫妇在墨西哥度假时遇到了另一对夫妇 但当他们回到家时,他们的友谊发生了尴尬的转变 这天,最久的黑哥发现其在自己身上的女友忽然变成了金发美女 黑哥也是感觉很不合适 刚想说话制止对方的行为 却被人家给按了回来 任命的黑哥只好昏睡了过去 可等黑哥再次醒来时 发现金发美女竟然不见了 黑哥一想 不对啊,昨晚这个房间里明明是四个人呐 心虚的黑哥赶紧叫上黑姐一起跑路 哪知还是被人家给找上了门 看着来是汹汹的刚哥,黑哥心里慌得一体 幸好刚哥只是赶来参加黑哥婚礼的 黑哥拼后也放下了心 只是在一瞅刚哥老婆的肚子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天哪知给黑哥整郁闷了,赶紧想办法要赶人离开 可黑哥的岳父却跟刚哥看对了眼 直接就把人给留了下来 而黑哥的下场可就惨了 老丈人全程没有给过他好脸色 只因为黑哥是个建筑工人 但老丈人也没有办法直接阻拦 谁让自家闺女喜欢呢 最终还是把祖传的戒指交给了黑哥 只是拿到了戒指 黑哥还没来得及开心 一只黑鸟想要拉屎 正巧被刚哥成功预判到了 赶紧就拉了黑哥一把 虽然躲开了鸟屎,但婚戒却好巧不巧地掉进了下水道里 黑哥见状直接崩溃了 可刚哥却说 是因为不想让黑哥的鞋子脏掉才这样做的 黑哥皮笑肉不笑 起身就要掐死刚哥 可是刚哥却说 去摩西哥之前医生说 自己永远不会有孩子 黑哥心想大事不妙 赶紧找到黑姐就要解释事情的经过 不一会儿 刚哥夫妻二人直接拿起了话筒 眼看就要当众公布孩子的事情 还没等刚哥老婆说完 黑哥就赶紧跑去承认 那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 这一冲动性发言 不仅把兵哥整盲了 就远刚哥夫妻俩也是满脸问号 随后刚哥急忙解释这孩子的事情 原来孩子是刚哥的 而仗人更是要收回黑哥的戒指 黑哥也不是吃素的 当面怒吼 不可能给你了 因为戒指掉进了下水道 说完就赶紧逃离了大型射子现场 但双方的亲戚却不满意 一言不可就干价 场面顿时乱作一团 而刚哥呢也是赶紧追上黑哥 本来想劝劝人家 却被暴脾气的黑哥夫妻俩 直接给轰走了 本来以为这场婚礼就这么结束了 不料双方却是不打不相识 黑哥的亲戚直接搞定了他的老丈人 而两人婚礼的当天 也收到了来自刚哥夫妻俩的祝福 和那对丢到了下水道的戒指 但全场好友的婚礼 也让黑哥深感内疚 于是带着黑姐找到了刚哥夫妻俩 黑哥当面真诚递道了歉 自此之后 一家五口便过上了 没骚没骚的幸福生活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说到这了 咱们下期再见哦